錦田揭發雙屍案 一個58歲的男人早早被發現 在水尾村昏迷在私家車裏 竟然到場時證實男人已經死亡 警方相信他用喉管接駁私家車的死氣喉 另一端喉管就駁入車廂裏 自製毒氣室自殺 警方根據死者的資料到粉錦公路苦興花園 死者所住的村屋調查 進入單位之後發現一名年約30歲的女人 死者所住的村居